那他觉得要标轻松选举 所以从他补选上来之后 确实很冲 非常的冲 有一次在我们一次就是说 可能在当时候有一些议案 然后在这个推击的时候 他就这个跟我讲说 拿了他那个支持者 他说助他当选 助他当选的这个资料 那里面就有一则 他说你知道吗 我们的支持者说 最好因为知道这个金门 大概都是中国派的 因为这个陈玉珍就讲 一国两制 早就是一个中国 只是这个大陆地区是一个制度 台湾地区是一个制度 这个当时候他在省大法官的 这个人事任用权的时候 这个他就这么说嘛 所以当时也是当大家 这个一片的哗然嘛 所以很清楚金门就是中国派 然后他就拿着说 你知道吗 我们的支持者说 如果有机会叫我打你一个巴掌 他们就很爽 这样子哦 对就这么说 我就笑笑 我说好了 这个反正不同的立场 对那造成他可能会激情演出的原因 没错没错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是说 因为他必须是这个样子 因为说真的 陈玉珍我想他没这么弱 我想今天可以担任民意代表 我也觉得如果我们今天 在立法院有发生什么样的冲撞 我们也都没这么弱 那基本上今天发生这个事情 我觉得玉珍今天的 再一次出场 然后再开记者会 我觉得他不应该是用这个方式 但是他为了要掩饰说 他为什么要去这个重症区 说我虽然手指 可是我这样昏昏沉沉的 完全 所以他现在也是很虚弱 他说你看我虚弱到现在 从那一天虚弱到现在 没这么虚弱 没这么虚弱 我反而觉得说你今天应该站出来 跟大家好好道歉说 因为当时候我真的不是 我去到这个急诊室 人家把我弄到重症区 我也不知道 那么多人要来看我 我也不知道 那到底谁在演戏你们自己 他可以把自己的立场说明清楚 大家都是同事过 虽然不同的政党 你像陈一鸣也是 陈一鸣其实在立法院 他只要遇到 那个状况他就很激动 不知道在激动什么 那是他的个性 那既然你今天已经做错了 人家也表明身份了 说他是保留 今天到底有没有穿制服 或是便衣 现在我们的周边 只要是有遇到抗争的 有很多便衣 你不能说人家穿便衣 他就有错 而是人家已经表明 我就是保留 你还给人家做那个动作 甚至我必须说 他是女生 即使你说 他可能不是 即使你认为他可能不是 你这样子推他 你就是对女性的不尊重 也不应该来 也不应该去批评人家的外表 说人家是怪阿姨 我请教郭忠哥 看下这位公民党立委 是都要穿著是不是 到后头第六選票 说的是要求真相 还是在变算机呢 陳怡貞是为下一届选举 他拼激情 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金门的女立委 竟然是这么弱 这么这么虚弱 我也觉得很奇怪 以前我们在采访叶兵的时候 哇那个金门女兵 这样出来的时候 我们眼睛一亮 跟以色列女兵一样 怎么他们现在选出来立委是这样 但是陈怡明我就觉得奇怪了 难怪你在凤山会输你们的议言 出险的时候输你们的议言 李雅敬 每次重要关键出陪就是陈怡明出陪 从郭台铭那个出险 这次陈怡明出险落险失败了 他已经这一届的立委 已经是末代了 他没有新的职务了 剩下没有几个月 他就要卸任了 他在穿州 我们才穿安州 我今天不客气讲 就是路人甲怪阿姨 你都不应该动手 你作为一个立法委员不知道吗 你凭什么去动人家 吹人家帽子去吹人家手 就路边一个怪阿姨 你也不能这样子 你不要以为立法委员比谁都大 其实那个我认为这个女警 保六的这位警官 我觉得也是 他这个叫妨碍公务 现行犯你 你不要因为他是立法委员 你不敢逮捕他 你就应该下面所有的警力在旁边 逮捕现行犯 对不对 让我们看看选举没有法律假期 你去抗议的是外交部 你不是去抗议警察 你怎么去动警察 搞错对手 对嘛 所以你对动警察 你妨碍他的公务 他就可以当现行犯 逮捕结果我们的女警还是客气 我就要请问叶玉兰 他这算不算现行犯 是不是可以就地逮捕 你不能用我是立法委员 怎么样 还要经过你立法委员同意吗 这法是改造手枪 郭敏导捡到了 你拿出来吓人 大家也许被你辅助了 结果你自己在开枪 连开开都炸堂了 事情是什么事情 现在很多选民都在问 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王慧如到底是谁 大家搞不清楚说 我们希望把他弄清楚 这个人不是只是民进党在那里 雇佣在那里做网路的 国民党也包括马英九 也有这个当时推荐到 马英九基金 新台湾基金会 罗志强 郭台铭 讲不完的一人串 我要跟市委讲 人家民进党还是社会运动 是为一个法案 为一个社会整体在那里冲 你今天是为一个单一的一个事情 如果今天国民党 为一条人命 你听我讲 一条人命我教你嘛 不会在野要学嘛 国民党在野两次还不学不会 我们继续让他在野 你今天直接立法委后 一排整排 有无独立还是韩国瑜 净坐在外交部门口 给一个说法 全部都在那里 所有那些支持者 每一天都是新闻 每一天电视台都会在那里拍 你们甚至来结识 我们陪你输起成 大家看这材厉害啊 你民进党你不让步不行了 你外交部门舞蹈线不出来不行了 如果真的在那里结识 突然有立法委员 分了送去 比陈医生送去那根 不是强多了吗 选战倒数33天 现在蓝营跟韩国瑜的声势 到底有没有上升 还是掉得更惨呢 我们看到其实韩国瑜在最近 积极的整队 包括新的发言人都进来了 同时他的韩市府 也推出他的港都十月政绩传起来 也就是说他的政绩 是不是能够让民众 能够认同跟接受呢 我们看到他提出的这些政绩 包括观光人次成长了21% 轻余工程585公里 还有编列三亿打造轻创的基地 再来就是农余产品的订单有10亿 还有落实陆平有256.6万平方公里 是不是有这么多 不晓得了 总之他认为是他的政绩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媒体人就说 不只订单缩水 其实清水沟也从2000公里就缩水了 另外还有就是说漏洞一堆 一天不漏出马脚很难吗 那我们就对照今天最新出炉的一份民调 就美利岛电子报 到底看看现在蓝绿的差距到如何 我们看到英德佩是51.8% 已经是过半数了 那另外韩国瑜部分是16.1% 哎呦掉到20%以下 那之前有19 18 现在到16了吗 那再来就是这个宋楚瑜的部分是7.5% 同时政党支持度我们看到 民进党37.8 那国民党是22.2 民众党7.3 实在力量5.9 亲民党是3.4 过去我们说这个国民党呢 都是三十几%的 现在好像蓝绿已经是这个颠倒过来了 来请教名誉怎么看 现在剩下最后的这几天当中 韩国瑜真的只剩下16%了吗 呃我先讲一下 刚刚他公布的这个 就是说他市政府的这个政绩 那为什么说马上就被人家打脸 他说他农产 农鱼产品订单10亿 可是李正浩就在他的 李正浩还蛮用功的 他去翻他6月28号 高雄市政府有公布6个月的 这个成果报告 那很明显上面就写说 农鱼外销的订单 如果含MOU的话 是93.9亿 这是6月公布的订单 那现在如果已经是11月的话 如果你农鱼产品订单 剩10亿还倒退路 缩水了 对怎么会缩水到80 缩水80几亿 所以这个如果说你要做功课 你要公布这个 你的政绩的话 数字很怪 对你数字是不是要对清楚 那为什么创下哥他会这样讲 因为那个 他说他的韩国瑜说 他的轻域工程做了585公里 可是创下哥他也去查 他说当时这个高雄市政府公布的是说 他轻域是轻了2000多公里 那你怎么都 都Q回去了 所以你在公布你的订单 还有你的轻域工程 你只讲了几样 就两样随便被人家找出你的数据 就不合嘛 所以我会觉得说 你连公布政绩都感觉很庆菜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 那你到底是在公布什么 那讲回过头来讲到这个民调 那现在看起来 不管是总统候选人民调 或是政党的民调 看起来就是 国民党或是韩国瑜 要在这短短30几天 要挽回颓势 确实是蛮难 所以大家都有在讲 为什么吴敦毅感觉 现在是这个党主席保卫战 你看他用的这些人 从蔡振元 从吴思怀开始 然后蔡振元一直到张显耀 那就我了解了 其他人我不晓得 但张显耀确定是夫人派 是蔡立宜要的 那刚刚这个大家有讨论到 张显耀是不是因为去 中国大陆啦 去就跟帮这个吴敦毅牵线 然后回来再报告郭台铭 这个事情啦 就是他里面有一份功劳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吴敦毅现在已经没有在 在管韩国瑜 或是在管这个国民党选情 他现在就是要整个政权保卫战 他就是要找几个保皇派 战力很强的 那未来呢 就算这个国民党整个败选 或怎么样的 至少这些人 他就是比如说张显耀 大家知道口才便吉 蔡政员也是便才无碍 他也来上过节目 我也看过 哇那个那个便才 他的敬畏军 对啦 所以说你现在看起来 就是说吴敦毅现在是干冒大不会 不管你谁在讲 那吴思怀 大家知道他后面有黄复兴党部嘛 那黄复兴党部 现在吴敦毅竟然买了 黄复兴党部的单 那看起来未来 这个黄复兴党部 一定要投桃报李 就是在整个党主席保卫战 他就一定要力挺吴敦毅啦 那你看起来张显耀 或是蔡政员 这些保皇党 也都是这样子的功能在 所以你看起来 吴敦毅已经就做好了 党主席保卫战的 以一个准备工作 对 那回过头来 刚刚讲那个陈玉珍 因为我刚刚在听委员讲 他这个超有趣的 为了要上版面 就是甩两巴掌 这样子的戏态也演下去 你知道我当时 我就是在跑立法院的时候 你知道所有的 不管是蓝绿立委 我真心讲 他们真的最怕碰到 就是陈玉珍 你知道就是在审法案 我记得有一次 不知道是在哪一个委员会 那个也是 也是看起来就是冲突 要一步即发 对 那你知道 这个第一个爬上桌的 就是陈玉珍 那你知道旁边 那个蓝绿立委都在讲说 拜托 就说那个 就说这是菜鸟 就是说菜鸟 刚来的啦 就不知道说 这个就是他为了 因为他那时候是补选上的 他为了要 补他的知名度 要表演给金门乡亲看 所以你看陈玉珍 短短几个月之内 整个知名度大增 不光是说他趴在 蔣万安的这个身上 万安警报 还弄成贴图 现在连贴图都有了 大家就是 他那个是一战成名 但是后来你知道说 有冲突的状况 我相信委员也很知道 都很怕碰到陈玉珍 因为陈玉珍 他就是很状况外 他就给你来真的 他就第一个 就会跳到桌子上 哇那个 你知道那个南立委都说 哇 他真的很夸张 他担心他真的 就是演真的 因为其实 我不是说那个冲冲撞 因为冲冲太常发生了 大家都会战然 然后其实就会知道 点到为止 可是陈玉珍 他每次都给你来真的 所以跟他对的人 都会超级害怕的 他有一次真的 还跳到桌子上去 然后那个桌子蛮高 讲台上 就大家都会担心 他掉下来 你知道吗 就后来 他真的就掉下来 掉下来 还是民营党立委 去扶住他的 国民党立委 反而没有人去救他 这样子 同党的不救 反而是别党的 我补充一下 小绿讲的这一趴 就是说 他当时候就是 有一幕不是说 他就是这个 就是在这个 蒋万安的 报得很紧 那个是 他整个人几乎就是 把他跑 就是跳上去 这个主席台上面 其实我们都 会有一些愤记 就是说我们可能人啊 上半身在这个主席台 他没有 他是连身体脚 全部往上去了 所以其实 他真的是很拼很冲 我必须这么说 就是说 他确实 比较没有办法说 让我看到 在当时候的 陈玉珍 跟现在 一幕出来的 我完全没有办法 对 那落差很大 对 就你知道 这个后来 那个民营党立委 还开玩笑说 他们要去跟国民党 就是去索配 就说 如果没有去接住陈玉珍 陈玉珍当场 这个真的不是说 只向这一次 好像送重镇 那大概 当场颈椎就断了什么 所以 他说 那个陈玉珍 就每次都很喜欢 眼很大 那话说到这一次 这一次 陈玉珍不是送到 那个急诊重镇区吗 那就我的了解是说 当时韩国瑜 其实是没有要去看他 韩国瑜当时人是在新竹 后来是那个 党团总召 曾明忠 就是一直狂打 狂打狂打 打到最后就跟那个 就是有点跟韩国瑜讲说 陈玉珍快不行了 那类似就是说 很严重很严重了 就说你一定要来看他 后来韩国瑜才从这个新竹 就一路赶上来 那其实赶上来之后 其实适得其反 因为我是说 其实这一次的事件 为什么就说 整个国民党就操作过了头了 就为什么自己躺炸到自己 因为他这得罪了三种人 第一种就是警察 还有警卷 你要今天 我话说回来 如果说今天这个女警 保六的这个女警 她今天是你的家人 是你的女儿 是你的姐姐 是你的妹妹 你看到他这样子被这样子拨 然后还被这样推 对不对 你看得下去吗 所以你的票 马上这个警卷 这个票 军警的票马上就少了 对不对 那第二个 他得罪人 得罪医护人员 大家都已经讲了 你不过夹到手 而且最夸张是 他今天还可以用手 去回脸书 回给网友 跟网友去比战这件事情 那你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那为什么面对镜头 你在脸书上 还可以这样呛瞎网友 你面对镜头 又在那边虚弱到一个不行 你又去占用这种 这个什么重症区 滥用资源 所以你第二个 不是得罪医护人员吗 第三个 我刚刚讲 韩国瑜 你不来还没事 你韩国瑜来了 全部的媒体 全部通通都来了 那你这个很多的 医护的这个家属 病患的家属 大家都不想被拍到 还什么送花 什么媒体 全部都卡进来 然后被拍 然后都已经 那个急诊室 都已经那么狭小了 然后大家还在那边 躲媒体 怕被拍到 那大家心情更差 你去急诊室 哪一个心情是好的 所以就是说他一次 真的是得罪三种人 把警卷 医护 还有病患家属 全部都得罪光了 如果说从上礼拜 这样一连串事件 发展下来了 那对照这美丽岛电子包 因为他们也是上礼拜 所做出的民调 要请教佩芬姐 真的韩国瑜 只剩下16%吗 还是 其实韩国瑜会说 反正是我叫 我的这个支持者 这个唯一支持 但是一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这个 这次这个民调也好 这个竞选场合也好 蛮诡异的 比如说像韩国瑜 就很多场合 当然很多韩粉 其实每一个场合 其实不管人多人少 都蛮热情蛮大的 可是蔡英文的场合 看起来又比较冷清 但是民调又正好相反 蔡英文的那个民调 永远那个高 然后韩国瑜就 永远在后面追 所以大家很奇怪 当然有人说 这个可能一个国际的趋势 因为国际趋势 现在都在反中 不是反共 是反中 所以换句话说 民进党也好 蔡英文也好 正好搭上这个潮流 因为她的反中 所以她的民调支持度 可能你从那个群众 你们看不到 但是民调支持度 反而遥遥领先 但是韩国瑜 是不是因为她的韩粉 真的很热情 不管她东来西去 南来北往 都会追踪着她 也许还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 当然也有人 就落魁来 就是说她在新竹那场造势 号称有两万人 那个四叉猫不是说吗 数了一下五千张 椅子没有坐满 只有四千多人 所以到底是 她的人数还是 韩粉真的比较热情 显得看起来比较热烘烘 还是蔡英文的民调 民调支持度虽然高 但是她的场合 没有热到那种程度 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然很多人说 1月11号投完票就知道了 有可能会变成各自解读 对 但是投完票就太晚了 对 的确 当然现在的民调 到底是不是呈现出 跟这个造势场合上 好像有蛮大的落差 来 苏维哥 如果就来一来看 是不是就觉得 这个民调是不可信的 因为我们的选举场合 热乎乎的 事实上我们之前就讲了 你民进党你要民调 民调就给你 但是我们希望 民众投给我们选票 那你今天讲说 民调之前我们也探讨 十天前封关 那我们提早 三十多天我们封关 那民调 好了 那各家要去做参考 就去做参考了 那事实上 我们还是希望讲说 真的啊 佩芬姐刚刚讲的事实 民进党如果是 这个英德佩 然后是五十多% 为什么场子这么冷冰冰 为什么还需要 因为刚刚佩芬姐讲的时候 不好意思 那我相信 我要澄清一下 就是明星思辨 那个小应中宏 对不对 那你今天不管如何 选战剩下最后三十多天 今天号码也出来了 那大家就全力充斥嘛 那他的十月政绩呢 十月政绩数字又对不起来 我今天还是要强调 他所强调的是说 他这十个月的一个执政下来 你包括了农鱼业的一个订单 以我个人的看法 我当然我还要去细查 如果说以这样子讲 应该不是农鱼业产品订单 因为刚刚明宇也讲 加起来的乔贵爸也 你可能是单就于渔业的部分 渔业的部分是不是 之前我们讲 他好像是个位数的这一个亿 那现在超过十亿 那无外乎是要凸显的说 在这十个月执政当中 短短的十个月 你高雄的一个改变有多少 你高雄的观察人士的成长 甚至于讲说清淤的工程 乃至于路面的工程 那就要看高雄市民 是不是有感受到 而且在去年他选举提出了 五千坑洞 路平的一个专案 甚至于淤泥 甚至于这个积水的一个部分 淹水的部分 我相信改很多了 他也只说是两千多三千 我相信改很多了 这个现在只有五百多 所以说很讲 你说五百多 是主要的这个大条的排水干线 还有旁边的测购 有没有加进来 这个都可以 我完全能讲说 其实无论是 他要把这个数字怎么写 我觉得都其次是 民众的感受度 他们自己要搞清楚 老实讲不要让我们对来对去 我们还要花时间真的去对 每一次对又说 我们在抹黑 我们在唱衰 其实高雄市民感受最清楚 你说港都十月 然后政绩传奇 说真的 高雄市民心都在低血 都在躺血 他有一个落跑市长 已经都不知道跑到哪去 所以我必须说的 刚刚佩芬姐说 这个小英的场子冷 其实这个我必须要做一个澄清 因为小英总统的一个场子 我几乎竞选总部 我大概主持了五六场 其实每一场说真的都很热情 而且现场的互动 是非常非常的直接 甚至是直接 跟总统说 总统你就是要把台湾够好 他的那种热情是一场比一场更热 尤其是从这个香港的问题开始 然后一直到最近的共谍案 当共谍案出现之后 那时候的热情达到最高峰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应该如果这么讲是 小英的场子 绝对是比韩国瑜的还热 对 没关系 蓝绿各自都觉得自己的汁 都是很热的 来来时机 那高雄市民有觉得 韩国瑜的十月 真的有政绩传奇吗 刚刚市委也讲说 很多都在称赞 可是我觉得那个数字 就是会说话嘛 两份民调 不管是经济日报 或者是这个天下 六都我们就是第六嘛 过去我们都是第一啊 那所以回归到人心的这个部分 那就是最后一名啊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韩正英如果还是不断的 用一种催眠的方式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对于选战的不务实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啦 那至于民调的部分 如果这个韩国瑜要操纵民调 说你们都去支持这个对手 那为什么他去探病探陈运针的时候 还要告诉陈运针的时候 我告诉你我们民调很好 那所以韩正英到底内部 有没有自己在做民调 那哪一份民调是真的拿出来 让我们大家来佩服一下 这样子为什么不可以呢 如果真的有这个科学做出来的民调 拿出来给大家看嘛 不要说真的人家有这个科学方法 做出来的民调 然后又说不相信 来来东豪哥 现在可以做预言了啦 反正这个差距会很大啦 这个差距会很大啦 你说差距是民调差距很大 还是投票做的差距 投票率会差很多啦 然后大家我现在关注的是什么 我们喜欢 现在还可以讲赌盘 整个台湾 上礼拜也在讲 整个台湾好像高雄 特别开一个盘 对啊 不是韩国要输多少才 蔡英文要赢多少才算赢啦 这样讲得整齐啦 那我不会围来 我不会围来市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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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市围不这么讲 后面还三十 本确都是东豪 还有三十几天 他自己知道怎么过 不要赌博 说实在的 国民党里面有一些人是很优秀啊 大家有目共睹啊 赵新 郑赵新的这样的表现 被拉上来啊 就是因为他党 黄国昌党得很好啊 可是光这样是不够啊 你靠发言人是不够的啦 韩国瑜要靠什么感动大家 韩国瑜去年感动了多少人 你今年除了韩粉 你还剩下什么 韩粉是变多还是变少 骗不了人 韩粉够多 今天难过的是我 因为我从来没有支持过韩国瑜 我去年我很难过 去年最后一个月真的是 内心很纠结 因为有感觉 你在看明镜数字 韩国瑜不会16.1啦 没有那么惨啦 你觉得没那么惨 会再多一些啦 可是 多多少 两%三% 我不落井下石 那英德沛 简单讲 现在讲现在负责 当然是看有没有过半 是 英德沛当然是看有没有过半 对 所以后面三十几天大家看什么 是要看国民党怎么抢救他的区域立委 是的确 来来来 国中哥来 韩国瑜现在的民调已经跟四年前 红秀柱的民调已经破那个线 破那底线 那如果说这个样的民调 都不能换他的话 那红秀柱欠红秀柱一个说法 民调不可信 我们才知道韩国瑜为什么要掩盖民调 因为你的民调已经低于红秀柱了 那你怎么还在细细选下去 他从开始登记完 他就开始民调不给你知道了 不然人家大家吵说 红秀柱当时为什么这么延忘被你换掉 所以这场选举 会看的人都知道 世都已经去了 这就是要安装 顾他们的立法委员而已 那如果吴思华还在那里 你们不敢换 那我就要韩国瑜出来 在十八号辩论的时候 大声讲一句话 中华民国是不是中国 现在是新党在这里喊口号 你要不要跟着喊 九二共识是一国两制 那你跟万旺集团签的十大合约算不算数 和平协议算不算数 电证的时候一定会有人问的嘛 OK 好 今天